看看这部夺得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 金雄奖的伪作如何描述中国人的气骨 十八里坡上满是高粱 升级勃勃 这是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淳朴而粗犷的中国农民 他们有着坚定不去的爱国魂 这是国魂 民族魂 本期立歌带来电影《红高粱》 妙龄的九儿穿着嫁衣 她要嫁给五十多岁的烧酒做坊的掌柜李大头 她有麻风病 九儿被轿子抬走了 按规矩半道想要折腾新娘子 其中方圆白里有名的教夫 她发现九儿在偷看她 她和九儿说后悔还来得及 抬轿的伙计都为她感到可惜 抬轿伙计用力地颠着轿子 唱着歌 但是新娘子没有讲话 九儿把轿子里藏的剪刀 藏在自己身上 哭了起来 教夫和伙计听到哭声 就安安静静地抬轿子了 他们路过白亩地的野高粱 村里人都说这里有鬼 突然有劫匪叫他们站住 把轿子放下 说他是神枪三炮 要他们的钱 解开裤带并把钱留下 教夫和伙计们照做了 劫匪把轿子掀开 看到九儿 他朝劫匪笑了一下 劫匪用枪威胁她 叫她走进高粱地 他看了一眼教夫 又往前走 突然伙计们冲上去 把劫匪打了个半身不随 新娘子和教夫对视了一眼 坐回了轿子里 露出了脚 教夫把九儿的脚放进轿子里 他们顺利来到了李大头家 教夫看着九儿走进房间 夜里九儿拿着剪刀 躲在角落里 大家都在睡觉 突然发出了九儿的尖叫声 三天后新娘的回门 李大头送了一只黑螺子给他家 九儿坐着螺子 回家路过高粱地 突然有人把他拦下来 抱在高粱地里 他不知道是谁 一直逃跑 原来是教夫 九儿看着他 教夫把一小片高粱地踩低 九儿躺在上面 烈日高照 大风吹着 沙沙的高粱摇曳声 九儿继续走 路上教夫唱着歌 九儿回到家 他爹训斥他要回家好好过日子 九儿很伤心又生气 气呼呼呼地走了 在他回娘家的功夫 李大头被杀了 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 伙计们都说新娘的坏话 伙计里的罗汉大哥 看着躺在外面的九儿 用高粱酒碰到他睡觉的地上 第二天 大家想要散伙回家 九儿挽留他们 以后一起经营这个酒庄 伙计们都感动了 留了下来 他们在十八里坡 用高粱酒消毒 大家玩得好开心 突然教夫拿着东西 醉醺醺醺地走到九儿房门口 把他和九儿在高粱地里 做的事说了出来 还说九儿喜欢他 以后也和九儿一起睡 九儿把他们都赶了出去 包括教夫 教夫拿着东西又走了进去 又被九儿叫人拉了出去 教夫开始胡闹 九儿用铲子打他 叫人把他抬到缸里 突然真正的土匪 来到了十八里坡 带走了九儿 叫他们用钱去赎他回来 三天后 教夫在看到九儿回来后 自己走了 到三炮的地方喝酒 他喝了酒不还钱 教夫不问他 有没有动过九儿 三炮不碰麻风碰过的女人 三炮没有杀了他 九月初九 九儿来到烧酒窑上和大火一起 看着高粱酒的制作 九儿看着他们敬酒神 唱歌 把酒干了 大哥端了酒给九儿喝 九儿把一碗高粱酒干了 突然教夫来了 他没有和谁讲话 解开腰带 在酒篓子上撒尿 拿起铲子 把酒造泼了出来 把九儿抱进了房间 到了黄昏 大哥打开被教夫 撒了尿的酒篓子 喝了里面的酒 发现里面的酒 都成了好酒 大哥把酒抱到九儿屋门口 说大喜了 说他从来都没有喝过 这样好的酒 九儿把酒取名为十八里红 第二天 大哥就走了 十八里红的酒出名了 九儿的孩子都关也九岁了 突然鲁汉大哥出现在了高坡上 九儿追了上去 可是找不到他 那年七月 日本人修路修到了青沙口 他就拿钱叫村民 把高粱地采平 还杀牛吃 九儿和孩子也在其中 三炮因为反抗日本鬼子 被抓了起来 黄军命令宰牛汉 剥了他的皮 要不然就开了宰牛汉的肚子 宰牛汉给了三炮一道痛快的 就被鸡枪射死了 他们让宰牛汉的小弟 剥罗汉大哥的皮 原来罗汉是当了共产党 日军在青沙口胡作非为 杀民数万 占地修铁路 九儿回到家 当着大伙的面 拿大碗装高粱酒 自己喝了一口 和大伙说 是男人 把酒喝了 天亮了 就把鬼子打跑 给罗汉大哥报仇 教父拿碗装酒 大伙把酒端起 一起唱歌 把酒干了 第二天清晨 大伙把酒缸抬到高粱地旁 在路上挖坑 把酒放坑里 豆冠在酒上撒鸟 他们把路铺好 到了正午 太阳高照 大伙都躲在高粱地里 装炸药 休息 九儿在家里准备酒菜 把饭菜准备好后 尽静地坐在桌旁 豆冠跑回家 教九儿把饭菜 拿给爹下他们 这时日军的车来了 九儿被枪打死了 豆冠到处跑 伙计们用酒 泼日军的汽车 一声巨响 只剩下教父和豆冠 其他伙计都死了 豆冠对着太阳 对着高粱地 大声喊着娘 天空如同被鲜血染红了一般 红得透亮 红得刺眼 高高刺耳的喇叭声 闷出了野高粱 红红的高粱酒 熊熊的烈日 这样的十八里坡 养育了不一样的人 性格直上的九儿 他虽是女儿身 却有着男儿一般的爱国魂 即使是嚣张跋扈的土匪 也有着民族之意 刚烈勇猛的教父 会唱歌 会吃酒 一身正气 不畏列强 红色是中国的底色 是鲜血 是炙热的心跳 这是中国人旺盛 永久不衰的生命力 即使是跋扈的土匪 也有着民族之意 那么今天到这里 我是立歌 远远做登展 照亮你心